一架大型豪华客机意外沉入百米深的海里 幸运的是机舱内的乘客都平安无事 就连飞机的主体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坏 可是飞机现在已经沉到了海底 求救信号发不出去 在经过机长的一番检查后 发现飞机已经开始慢慢渗水 如果得不到及时的救援 所有人都有可能命丧于此 就在大家担忧接下来该怎么办时 机长拿出了一个红色包裹 里面是一个橡皮艇还有一个信号发射器 如果能将橡皮艇送到海面上 信号发射器就会发射求救的信号 但要完成这个任务还是非常困难 如果机舱门一旦打开海水就会涌进来 但好在这架飞机十分豪华 拥有几个不同的客舱 机长只能把乘客转移到其他客舱 然后去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这时另一个乘客站出来表示 愿意和机长一同前去 毕竟如果有一个人出现意外 另一个人还能继续去完成任务 随后他们两人穿好救生衣来到机舱门前 可当他们打开机舱门后 一股强大的海水涌进来 另一个人不幸领了河饭 好在机长还平安无事 他只能拿着橡皮艇准备游上去 可是他的氧气也在刚刚弄没了 机长只能脱掉氧气瓶 一股做汽油上海面 万幸的是 机长成功游了上来 他爬上橡皮艇 然后马上打开了信号发射器向外求救 很快附近的海军就发现了求救信号 他们派飞机赶来果然看到了海面上的机长 随后海军就派出救生艇来到这里 把机长接上了军舰 机长告诉舰长 海底的飞机里还有很多幸存的人 必须马上派人下去营救 舰长也不敢怠慢 马上安排营救小队来到飞机所在的海面 潜水员带好装备潜入海里 果然发现了海底的飞机 但想从海里把人救出的话实在不可能 一旦打开机舱门海水就会有进去 到时候只会害了大家 不过他们很快又制定了第二种营救方法 潜水员把几个大型的冲气球带到海底下 然后再用几根粗壮的吊带从飞机底部穿过 吊带的两边各挂上一个巨大的气球 紧接着再把气管连接到气球 一切准备完毕后 潜水员赶紧回到海面上向舰长报告 随后在舰长的一声令下 搜救人员立马启动机器为气球打气 不宜会飞机上的几个气球慢慢充满气体 飞机也开始有声上的吉祥 没多久后 这架巨型飞机就这样被气球拉出了水面 大家不敢耽搁 赶紧开船过去把飞机里面的人救出 由于这架飞机实在太重 里面又几乎灌满了水 而且气球连接吊带的地方支撑不了多久 如果不及时把人员救出 很有可能就会功亏一颗 万幸的是救援队在最后时刻 把飞机上所有人都救出 而吊带也终于承受不住飞机的重量直接断开 飞机开始慢慢沉入海底 它将在海底一直安眠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